我 稍等好 门主 你喝多了 我就是来找你的 门主你喝醉了 你躲什么呀 我 我怕吓到你 哪里吓人了 你眼睛真好看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听说是一处秘境 无论身份贵贱功法高低 只接纳有缘人 虽然江湖上吕有传言 但大多都是道听独说 天由加醋扯众 亲自去过亲眼见过之人 少之又少 你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我进入七指地 你是觉得 昭瑶去了七指地 可这七指地 只容许有缘人进 而这世上 唯有有缘二字 是如何努力 也强求不来的 你先放宽心 也许再等几日 就有他的消息了 任何事我都可以等 没有他的事我等不得 最好他是在七指地 安然无恙 否则 我就算上探九天 下探九泉 也要把他找回来 你想用九天术 万万不可 九天术极其耗费 施术者的心神 以你现在的状态 如果用九天术的话 就相当于九死一生 你也不懂 你也不懂 你我师兄弟多年 虽然当年你身在山门 但多少日夜 你我彻夜长谈 你对昭瑶的情意 我如何不懂 可是今日 你若用九天术去寻他 便是拼伤了性命 你叫我如何袖手旁观 对不住了阿荣 这件事本不敢让你担心 但是事关于他 我没得选择 老板 我要看一下我的前史 十万钱 这么贵啊 钱贵可以不看吗 看 看 掌柜 我 我来给钱 你来给 嗯 嗯 嗯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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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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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我带你走 嗯 嗯 叫莫青吧 莫青 莫青 善口有好气 莫青 怎么样 喜欢吗 哎 哎 然后 难道从那个时候开始 小丑八怪就已经 好 reviews 哇 这叫什么 eles 这是 выз 不行 我想瘋了 别看了 别看了 都散了吧 散了 散了 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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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把门主抬回吾额殿 是 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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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烧了夕月风 可能还做了一些 我不知道的荒唐事 我这么厉害 厉害 你看 你这个 都不知道从谁身上抢来的 到时候 还不都得黄昔雪 你说这个呀 挺漂亮的 管他是谁的 戴在我身上就是我的 西山主 别在意这些事了 我们应该往前看 继续我们的征程 洛明轩已死 从今往后 我要这正邪两道 都归于我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十字幕志愿策 十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驾啊 驾 万军剑终于出事了 出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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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我 完全是人主的 住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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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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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谦贤为什么要救我 看看你 你能救没灶 怎么就要是 姑娘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姑娘的心上人对你用情至深 姑娘实在不应再驾驭小生 是啊 你说得对 我差点都忘了 现在小丑八怪手中的弯弩门 其实是按照我一开始的设想去打造的 当我因为种种原因放弃这个愿望后 忽然知道 有个人帮我把这件事情做了下去 就好像 我手中梦想的线 被扯断了之后 有个人历经劫难 悄悄帮我织成了意 你 谢了 钱我一定会还你的 我先走了 我已经让他等太久了 不能再让他等下去了 那个傻子 现在都不知道该急成什么样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阿姐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子佑你来得正好 我为什么出不去了 我之前一撞就可以出去的呀 你是不是在这里待得太久了 吃多了这里的东西 喝多了这里的水 越来越习惯这里的气息 你就难以离开这里了 什么 这么重要的事情 难道阿姐你不知道 没人跟我说过呀 我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 很多时候就习惯了 也就忘了 一开始来七指地的人 都是能够自由进出的 就跟阿姐你之前一样 但是一旦不能出去 那就再也出不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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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树为什么会动啊 这里有阵法 会引盖我们走过的路 我们可能 永远也走不出去 你怎么样 你是不是撑不住了 你看起来好冷啊 会不会冻死啊 啊 好 你退后 我来保护你 谁敢弄它 怎么样 有没有暖和一点 很暖 那就行 你别睡啊 大美人 你醒醒 你快醒醒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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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看你 开出一条路来 别怕 很快就不冷了 在外边啊 你走出来了 你醒了 我把挡路的冰墙打烂了 早说呀这么简单就能出来 你醒了 秦秦贤 我倒是要看看 当这江湖众人都知道你心并不至纯至上的时候 看他们怎么对你 阁主 阁主 这迷阵寒气深重 请速随我回千尘阁了伤 不行 我门主说了让我带他回万路门 姑娘可否先送我们回千尘阁 然后再做打算 不行 门主的话说一不二 一个字也不许改 总之秦贤贤今天必须随我回万路门 可是 你再多说一个字 我就打你 阁主 苏妍 那我们就随他回万路门吧 你们通知其他弟子找到阁主了 我们护送阁主去万路门 是 阿妩 你总算醒了 这次我的傀儡走了几天啊 总之有三天 三天 我在弥阵当中竟然待了三天 弥阵 老子一路追杀秦贤闯入肃山弥阵 弥阵里面不分日夜 那秦贤贤死了吗 没有 怎么会错过呢 喝多了 阿妩 好了我知道了 这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我 我想到离个笔杀秦贤闲 更有意思的事 什么事啊 以后告诉你 我走这几天 江湖上发生什么事了吗 这江湖简直已经变天了 金仙苏醒 陆昭阳呢复活 而且 陆昭阳复活了 是啊 还拿着六合天衣剑 和丽承兰一起 把金仙和柳苏若给杀了 陆昭阳 陆昭阳拿着六合天衣剑 我让你查两个秦志燕的事 你查得怎么样了 秦志燕说 她有一个孪生的妹妹 被发现后在万路门 被审了一通 也没查出什么结果 反倒是把北山柱给抓了 后来秦志燕被抓去了凤山 好似给了什么血 金仙就苏醒了 紧接着陆昭阳就来了 再然后历尘兰也来了 再之后啊 骆明轩刚苏醒 他就死了 你说 这金仙是不是个笑话 至于另一个 后来就没什么消息了 原来是这样啊 陆昭阳现在在哪儿了 听说封印完洛鸣宣后 就榨成烟花消失了 我不过喝了顿酒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有趣的事啊 那陆昭阳不是早就在剑冢死了吗 怎么突然又复活了 阿妩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先等待时机 杀了秦千贤再说 我怎么在这儿 你中了柳苏若的祸心术 被他带到了凤山 还助他一臂之力复活了金仙 什么 复活金仙 陆明轩死了 柳苏若也死了 秦芷言放心不下你 把你带回万路门 芷言呢 他去找陆昭阳了 陆昭阳 别的问题 你去问其他闲人吧 等等 那 陈主 我 我父亲呢 你父亲之前被江河医过 并无大碍 现在已经醒了 不过他十分恪守 什么宗门规矩 不愿意住在万路门 所以历尘兰 择了别处让他住 他似乎 不反对我救你 真搞不懂你们这群宗门人 那股别扭劲儿 你怎么在这儿 可以来找你的 不知南山主 可有雅兴扶千锦对弈之约 你不愿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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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他 他找他 你不愿意住 我来找他 你找他 南山主果然不止医术高明 棋艺也十分精湛 想来这天下之势 必有互通之处 唯有冷静智慧之人 方能走到最后 人中就是人 就算再冷静智慧 也有走出轨道的那一刹呢 就好比这一盘棋 往往是一子错 满盘皆数 听闻南山主 师出虚宗门 为何会在这万路门 一待便是十余载 又为何对那路招摇 如此忠心 想来 他曾经帮过你什么 他没有帮过我什么 我偷门派秘籍 判处虚宗门 无恶不作 十恶不赦 除了万路门 无处可去 沈楼主 若若再不专心 便输了 可南山主 并非如你自己刚才所说那般 顾寒光 是个温柔的人 可南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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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也不许多 可南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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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一般 可南山主 阿姐 没事的 咱们起子弟挺好的 要啥都有 在里面 多生活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 你要是愁眉钱入账的话 可以来咱们客栈工作呀 这样就不会愁眉钱入账了 我必须要离开 老板 你看你在七指弟待了这么长时间了 见多识广 你看有什么方法 能帮阿姐的没有啊 有方法 什么方法 方法代价太大 我劝你还是别事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愿意试 只要能离开 死也愿意 死不行 半死不活可以 行 随我来 看看你再决定 弹坚武 晻幻